保證 要保證所有電路暢通 然後檢查信號源 好 小毛 快看一下 可是好奇怪 我們明明已經連上了 他怎麼一直說 我們有全部連通呢 你再好好檢查一下 肯定有地方是有問題的 来 让我看你 你再试试 来 我最初一一开始 你会是开心的 你再试试 你最初一开始 是 解决 就是 试试 你 你 给你 这一开始 是 那一开始 过 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去 开始了 再不上就没时间没机会了 这次是营里特批的 赶紧 站 正料 揭秘都摁了那么多次了 我相信你没问题 上次那个实弹射击是个意外 责任也不都在你呀 那不很多因素造成的吗 这只是你军旅生涯当中一个小插曲而已 过去吧 这次有信心 上 看见前方那块石都没有 我提前已经勘测过地形 大雷 发射之后匀速前进 你有四百米行进的时间 调整射击门 瞄准 直到最后战胜自己 再往前四百米就是主炮的极限射击距离 极限射击距离是三个 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 坦克就是当之无愧的陆战之王 在极限射击距离上摧毁目标 是一个坦克兵最高的荣誉 上 海上 海上三百二十米 设计们参数可以设定得小一些 你没问题 我知道 二百五十米 强能量 现在目标已经被火控系统锁定 你现在已经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操作 只要进入射击距离 然后按下起发按钮 目标就会被撕毁 好 二百米 小雷 稳住车速 跑一百五十米 张能量 我在你头顶 我在看着你 加油 一百二十米 一百米 一百米 分手 来 看着我 班长 你别站在前面 我会误伤你的 只要你的射击参数设定没问题 炮弹就会从我脑袋上面飞过去 班长 距离太近了 也许连一米都不到 林大雷 告诉他距离 还有八十米 宝贝 我的射击参数没有问题 好 那你就想着我后面那块石头了 好的 隐蔚 小雷 朱oe ços 五十瓶 看着我的眼睛 我看着你 这发炮弹 必须给我打出去 不然你就不配做一个炮手 你别动我身体班长 二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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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功了 你问你啊 跟你说吧 其实这种枝限射击距离 我也就试过一次 班长 班长 你让我在车里待一会儿 我先别出来 你让我在车里待一会儿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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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哭了 行行 什么事都没有了 来点实际的 到超市 我多买点东西 超贵的啊 快快快快快 干什么呢 班长 那个 我在厂市联系九六五车组呢 我是说检查无人机电量 都报警了 是的 黄小萌 你知道这次情况有多严重吗 班长 那个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我有信心 这是你有信心的事情吗 你的一号机飞了营地五公里 失去控制怎么办 班长 无人机飞行理论距离是八公里 你还嘴硬 一会儿看不见你就是上天是不是 试飞阶段能这么冒险吗 班长 我就是想看一下九六五车 然后飞过去看一下 那牛班长带着他们做执行任务 跟你有什么关系 九六五车 我就想尝试联系一下 而且我联系了以后 车载系统完全匹配 哦 是吗 短波还是超短波 高速电台呢 如果是北斗系统 也完全匹配得上 而且 虽然我的行为不是很对 但是我也算给我们班开了个好投 你少跟我说这些好听的 新的作战系统当然是没问题了 但是这次多危险呢 你们这群新兵飞起来就没个深浅 这天一黑落到山沟里 上哪儿找去啊 我们这次肩部的是新装备 新战法的做新任务 责任重大 嗯 嗯 你干嘛呢 啊 田班长啊 没干什么 你没干什么 他干嘛笑啊 哦 他有可能是因为看到 他的战友成功 而感到开心 而他的那个战友呢 又从心底非常地感谢他 你说什么呢 一句都没听明白 嗯 那个 班长你不用听懂那个 你刚刚讲什么呀 您再说一遍 我都听着呢 我刚说哪儿了 你刚才说 班长开饭了 行吧 先吃饭吧 谢谢班长 老爸 老爸 是不是来接打你啊 不知道啊 诶 诶 是 是 是 跟着护照走了 他们是侦察通讯联的 探亲家属 叔叔阿姨久等了 您好 您好 我是黄晓萌的连长 一吓 叫仁蝦 一亿的连长 你好 湯woman 余连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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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去吧 好好好 辛苦你了 才跑这么远 好 是 云连长 好啊 现在部队比我们那份好 是啊 你好 G4是明天的出发路线 M5是到达的位置 出发 既是演训的开始 到达M5之后 装甲信息车无人机升空 我们明天演习的重点 就是无人机扮飞 和无人机指引的战术目的 明天965的车长 由王小旺担任 战 一号无人机负责965 二号无人机负责963 同志们 我们要演练的新战法 也是我担任使馆长以来 第一次带队出训 我在这儿定一个规矩 叫开训 投天乐 报告 讲 开训投天乐啥意思 投天乐的意思就是啊 第一天 出现问题了 暴露问题 只要事不大 我不追究了 但是第二天 那就不行了 必须一板一眼 所有的作训参数 我都要汇总记录 如果谁出现了问题 谁的事谁负责任 绝不姑息 都听明白了吗 是 我再强调一下 吴仁机与坦克协同 是我们旅参部 根据上级配发的装备 制定的新战术 吴仁机可以很好地弥补 坦克事业的局限 就好比是给坦克插上了翅膀 是陆战之王战力的备增器 我希望 侦察通讯联和坦克联 能够紧密配合 互相包容 本着求同存疑的态度 圆满地 完成明天的初次演练 明白了 明白了 解散 我一个人在周围走了一下 我一个人在周围走了一下 我发现部队 和我之前设想的很不一样 环境 也比我想的要好很多 我们对部队的误解 往往是来自于不了解 了解了之后 所有的问题和疑惑 都会打消 妈 您怎么自己想通啊 真出乎我的意料 看来我们部队真的是挺美的 走进了更美对吧 而且我跟你说啊 这不仅环境好 人更好 人 谁呀 小军啊 部队虽然好 好 但是 我还是觉得你不能留在这里 我就知道 改变您真的很难 我今天下午想了很久 如果我强迫你离开部队 你会恨我 所以 咱们来个君子协定 你旅行完你的合同 然后就回家 这样呢 既圆了你的参军梦 也能回到地方继续你的事业 怎么样 您觉得 一年的时间 是不是少了点 那我们就不谈了 妈妈 您别生气 您真的只能让我待一年吗 是的 一年 小军啊 小军啊 妈妈老了 我也不能总在外面 忙着工作啊 你真的忍心 让妈妈一个人待在家里 你放心吗 要不然咱俩再商量商量 要不然咱俩再商量商量 兴起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呢 我想问你一个人 谁啊 牛努力 你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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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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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院长 余院长 你去看看 快请进 快请进 来来 快请进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 野外助训 非报备参选人员不得靠近 那 那就是说我们 还是不能见小牟啊 是啊 还是不能见是吧 不过 考虑到阿姨的特殊情况 部队特批了一条军线给你们 965车注意 方向34 车速60 是 一遍正常 一直在 初驱适 就说 有些 都 autork 都秦宇宇宙 可以吗 有些 自我 用 更远 有些 易适 打批准 就是 方向五十七 车速四十八 一切正常 两车急速 进入障碍区域 四分钟后 再集合地点汇合 进行实弹设计 九六五车 注意方向三十四 车速六十 九六三车注意 方向四十四 车速六十 九六五收到 方向三十四 车速六十 九六三车收到 方向四十四 车速六十 车速六十 说 车长 我觉得 咱们越来像提线木偶了 什么意思啊 人家让我们往左 我们就往左 人家让我们往右 我们就往右 这这 坐训嘛 那坐训大港 就是这么要求的嘛 人家提一下 我们动一下 这种感觉可不好说 九六五车收到请回复 九六五车的 而旁方有障碍物 请立刻绕行 请明确障碍物 屏幕显示的是 泥泞路段 明白 怎么样 念念 这个无人机的作用 还是蛮大的吧 这坦克要是掉下去 我们就搞得给给喽 张德亮 这是战术训练 不是说以后就这么干了 这个要汇总和调整之后 才能编入坐讯大纲 眼下的这种协同战术 编进坐讯大纲 那可不行 协同没有错 但是怎么协同 我觉得还得做吗 袁连长 今天咱们去的那个 住训基地挺远的吧 是有点 你们一路上辛苦一下 谢谢你啊 阿姨坐上面 行 慢点 袁连长 给萌萌带的这些东西 就麻烦你交给小萌了 客气 谢谢你啊 没问题 都坐好了吗 坐好了 坐好了 哎 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963 出前 攻击A方位 敌装甲车 965 左翼 攻击B方位 敌装甲车 决心见面 965车注意 D两辆装甲车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你车迅速向左翼回见面的地方 为敌装甲车 963车注意 D两辆装甲车企图阻挡我军前进 你车迅速向前 兼并A方位敌装甲车 963车收到 作为炮长 我请求停止左翼运回继续向前 为什么 我判断 这次实战射击距离不会太远 火炮射程足够 两车合并向前 还能彼此协同 单车突击我觉得不同 张能量 你老毛病又犯了吧 这事没有对错 别回去让班长收拾你 这叫降在外 什么鬼 降在外 降在外也不行 我是车长 执行命令 两车准备设计 先发现先开火 收到 我们是左侧迂回 路途比正面突击的 963远离大街 肯定有人先发现先开火 这不是明摆着 让我当老二吗 大雷 大雷 急速 抢在963前面 刘班长 965提速了 而且再向中路靠近 门子快 前方敌方转转车一辆 穿甲弹准备 小雷 靠右 使劲往右 张东亮不能靠右 我是炮长 我的视角显示 靠右是最佳设计位置 965执行 不要靠右 右侧是障碍路段 张东亮听见了吗 我的炮进角度 右侧是开阔地 往右 965执行 九六 九六五 认为右侧视野比较好 报告手回车 我车距离目标 已经不足两千米 我们的视野更为清晰 所以我的判断更为准确 可是我这里显示的 右侧全是灌木 黄小萌 你这种担心 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没有灌木的位置 我就可以完全设计 张东亮你干什么 这是作序命令 九六五车长注意 开启超越射击系统 由车长王小旺 完成实战打把 大连 大连 别网约了 执行准复部的命令 瞄准 瞄准 射击 出发很好 不断了 小萌 别看他 跟他省其犯得着吗 我没看法 我干吗跟这种玩意儿 生气啊这种事 就是 我觉得啊 张能量 就是咱们九旅的 一块臭豆腐 别侮辱臭豆腐了 你说臭豆腐 都侮辱了臭豆腐 我觉得呀 我就不信 他没了咱们还能飞 也是 嘣 嘣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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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 不是你找我来的吗 你要我说 你不是说你要感谢我吗 在田班长身后 是 你那件事确实得感谢你 我讲实话 我从小到大也没有试过 那么多人同事来帮我 我还挺懒动的 被你说得那么惨感觉 不是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事 我要跟你说的是今天的事 今天有什么好事来说 反正今天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做行认 我 这大纲是死的 人是活的 知道吗 我承认你们无人机的视角是广 但是毕竟我们是站在第一线的 是最前线 最直观的人 最直观 最前线 但也不一定面面俱到啊 坦克驾驶员的视野不超过六十度 而且作为炮长 你的炮镜只对远距离的目标敏感 坦克前方五十米的情况 你根本就不了解 那我们还有车长呢 你别拿这个考古 我们通讯联也是学过坦克支持的 车长的视角是三百六十度 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呀 你呀 你不要把你们无人机说得那么好 你们无人机的缺点也有很多 你比如说视角太广了 耗电量又很高 而且这是在做讯 如果在真正的战场上 你们没有绝对的制空权 都保障不了自己的安全 怎么保障我们 要我说啊 你们无人机就宏观指引就好了 具体实施操作 还得由我们坦克平 说到就起 今天我们班长搞什么超越设计 你知道超越设计什么意思吗 那是在炮长出现严重事故的情况下 用车长代替炮长来执行操作 那请问我今天出什么事了 我是晕了 我还是挂了 那班长也是为了完成作新任务呀 我个人觉得你的错 你觉得是我的错 嗯 好 我的错 路过 今天上午做一些成绩不错 嗯 有了无人机的指引 两车合连的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打靶的精度和速度 提高了一成还多 我很满意 如果那一炮是我打出去的 那就更完美了 那你闭嘴吧 黄小萌 到 休息休息 下午是你们无人机分队单独训练 是 你说说你 你说你们俩在这儿 到了今天这纪律的事儿 还用我再跟你强调吗 我觉得今天不是纪律的问题 是 你今天那个建议还是 你那个反馈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我告诉你 毛河顿是永远共生的 没有完美的战术和装备 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你今天就不应该剥夺我炮长的位置 行了吧 你现在首先是服从命令 做训的成绩我都会记录在案 但是你放心 到了编入做训大纲的时候 我也会调整和优化的 好好琢磨琢磨琢磨吧 心里有点数 您看啊 这都是刚从部队食堂打回来的 可好吃了 妈 您尝一尝 合不合胃口 您看啊 从昨晚到今天 您都没怎么说话 你明知故问嘛 你有什么话就说说嘛 那好 那我问你啊 你是来了部队才认识的牛努力 还是先认识的牛努力 才要来部队的 先认识的牛努力 我就知道 好 那你也应该知道妈的态度了吧 我就是不知道您的态度嘛 妈 您说 我听听 我不同意 您凭什么不同意啊 喜欢谁是我自己的事 喜欢谁是你的事 我不喜欢谁是我的事呀 但是你别忘了 我是你妈 妈 干涉婚姻自由 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 您别这么老套好不好 我不是干涉你 我是觉得你现在头脑发昏 先不说牛努力 是不是个当兵的 你知道你们俩差距有多大吗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你们两个都不适合在一起 你懂吗 简直太荒谬了 完全不合理 真的 我根本没办法接受 对 我喜欢她 就是一种感觉 她也喜欢我就足够了 至于别人怎么说我不在乎 你是在向我示威吗 那我也明确告诉你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对 对 补充 距离地面30米高度拉起 是 二号机虎虫高度不够 班长我再试一遍 根据北斗打航 我们只能停在这儿了 我跟小萌联系一下 好 谢谢你啊 一号机选停 是 班长 有辆车停在我们的住训基地 谁啊这是 没接到命令说有人要来啊 过去看看 是 那前面是什么 无人机 黄晓萌 黄晓萌 我是于苗苗 听到请回答 收到连长 我是黄晓萌 黄晓萌 我看到车窗外 有一台无人机是你的吗 是我的 连长 那你应该看到车里 坐的都是谁了吧 小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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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 但是部队有规定 他们不能进入作训场 只能到这儿了 但是上头 特批了一条专系给你们使用 你们有十分钟的时间 谢谢连长 谢谢 好 无人机撤离 接入军线波段 是 李雪 接管无人机 是 小萌 进发飞线 是 小萌 小萌 妈妈 女儿 别哭 别哭 小萌 别担心 你妈全都好了 要不然我们也不敢来 也来不了啊 真的 妈都好了 最好的医院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条件 是啊 是啊 小萌 我跟你妈这次来 她想向你打听个人 谁啊 张能量是谁啊 你们问她干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吧 你妈这次做手术啊 就是她托人 主动来联系的我们 然后啊 又去联系的医院和大夫 她托人 她怎么会托人呢 听说她自己没空 然后就让她公司的一个秘书 全权委托她做的这件事情 真的要感谢她 是你的条件也不错 是她坚持让我们转省院的 你要帮我们好好谢谢她 嗯 我知道了 妈 哎 小萌 这个张能量 不会是你的那位 啊 是吧 哎呦 女儿子是你想打听什么 好好好 不打听 不打听 哦 对了 妈妈给你 买了你最爱吃的虾饺 虾饺 哦 还有肉松饼 还有这儿还有干子 压脖子 还有好多的 哎呀 行了 行了 行 行了 哎 回头让余连长给你烧过去 让你那些战友都尝一尝啊 对对对 你可不要小气啊 谢谢妈妈 辛苦了 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一个女儿该做的 嗯 哎 好了 小萌 你别想这么多 我告诉你啊 天底下的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嗯 爸爸妈妈 只要看你们好好的 幸福就特别开心 哎呦 不好意思 好 十分钟到我了 啊 这么快啊 妈 那个 你们赶紧回去吧 放心啊 我在这儿特别好 你跟爸爸要照顾好自己 你听见了吗 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定好好跟你们说 好好跟你们聊 好吗 知道了 小萌 放心吧 你爸爸是老兵 身体棒着呢 哎 月儿啊 你再不对啊 也要注意身体 啊 听领导的话 跟同志们搞好关系 啊 那我们就先走了 啊 小萌啊 这边有野外冷 啊你千万别动着 别让妈妈担心 要多穿点衣服 听见了吗 嗯 拜拜 拜拜 妈妈